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中如果65岁以上的长者、6岁以下幼童、慢性疾病患者或没有个人专用房间及位于设备者,入境后必须入住防御旅宿 最后提醒,不论居家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避免触碰眼鼻孔及做好咳嗽礼节 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罚款100万元,千万不要以身试罚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吴俊松 新北市英格区除了是国际认证的移居城市之外 现在又入选了交通部2021年台湾经典小镇3.0 一起来了解吸引专家学者以及秘密客青睐的原因 由交通部观光局办理的2021年台湾经典小镇3.0评选 以自行车旅游年为主题 英格区公所团队整理近年建设成果 还加强凸显英格人文风土的友善亲切与代科热情 获得评选信赖入选 我们英格是以陶瓷文化来著名 那我们英格也有步道 还有脚踏车自行车道 都可以说非常的漂亮 设政当天由英格区长市民会 带领公所团队接下这份荣耀 当天在现场也展示了英格的特色陶瓷 英格饼知名餐厅的首录菜 其中我们英格的特色公园 不仅是在地居民常常来游玩的 来休闲的一个场所 更是大家都慕名而来 比如说我们的永吉公园一年世纪 都有不同的花海 可以来供民众来拍照打卡 那民众来到这边都可以带着小朋友 有不同的经验 那我们最近的豆豆龙公园 也是小朋友非常好奇 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特色公园 想体验今年小镇之美的好朋友们 不妨趁个空档来谈英格 走读英格自然风光 细赏在地陶瓷文化艺术情怀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举办 为爱抗癌心灵讲座 邀请党籍立委余天夫妻和女儿余苑起 分享抗癌心路历程 夫妻俩陪着爱女对抗病魔 辛苦的心路历程 让现场听众无不动容 立委与天妻子李亚平及女儿余苑起 出席为爱抗癌心灵讲座 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不谈政治 由主委何博文出面邀请 让抗癌成功的余苑起 以及她的双亲分享抗癌的心路历程 好的事情讲出来 然后只是会让家人难过 也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我比较是不会讲 就是难过的事情 其实我们三个小孩里头 生活最正常 然后又喜欢运动 然后非常注重她的健康 余苑起个性是报喜不报忧 被诊断出罹患直肠癌后 不愿意把负面的情绪发泄出来 李亚平是透过医师得知 女儿离癌二号 躲起来一个人痛哭 于天那时候接下征召 参加立委补选 一度想要放弃 回想起这一切 三个人皆是泪流满面 她之后都会问我说 妈妈你有好一点吗 她每一次都会问我 然后会要看我的伤口 对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力量 让我能够就是继续觉得 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 而且我们也是 对老天爷讲 这个病可不可以转到我身上来 可不可以转到我身上来 而且我可不可以拿我的命去换她的 不要这样子 她还年轻 她还年轻 她的小孩子还小 真的需要她 所幸所有生病的苦难 这一路上 于天李亚平和于怨奇 还有其他家人紧紧守护在一起 勇敢地打败病魔 透过抗癌心灵讲座 给更多对抗癌症的患者和家人 更多成功的案例 记者李立如新北报道 新北市政府预计拓宽土城区亚洲路 预定可以缩减临近土城工业区 以及台65线高架道路的塞车情况 动土典礼上土城里长出席踊跃 大家都关心地方建设 同时还有一个特别任务 就是拿开工金铲 土城区的里长们 仍守一只金铲子 排排队依序要给新北市长侯友宜签名 侯友宜来者不拒 手拿签字笔 在金铲子上写下了名字 里长说太开心了 参与了地方重要建设 亚洲路拓宽工程 耗费1.4亿元 未来完工后 土城工业区和台65线塞车的情况 渴望游解 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工的金铲子一定要带走 没办法升的话 他都会找里长服务 就说里长 你们有没有那个开工典礼的金铲子 所以说很多里民 他也是听民间这样讲 但是事实上 我的里民拿去 真的是有产生这个奇迹 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有开工典礼 我们为了要服务里民 我们都会拿一支金铲子回去 因为拿回去之后 在两年内就生了一个男宝宝 而且很感谢我还拿麻油机来 所以有侯友鱼加持的产制 一定一级棒 有欠缺的 可以到个里的里长那边 夹食油 他可以赠送给里民 需要 需要 谢谢大家 那你们就变成另类的助生娘娘 对对对 金铲子一定要签名 一定要签名 因为他非常有意义的是 我们每一次拿回去 我们就开放给民众 民众带回去 不管是生男生女 很多很多都回来告诉我们说 诶书我们满月了 我们要送蛋糕给你 送油饭给你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对于民众来讲 非常好 从里长拿金铲子 排队等签名 争取另类的服务 穷男育女助人好运到 开工的金铲子 能有神奇的魔力 不只是民间的习俗传说 更是一种不能少的特别祝福 不得不相信 侯友仪市长特别分享 拿到金铲子 方位要放证 能够带来好运气 据我 从民政局的策片了解 如果拿到金铲子 一年里面 能够有受孕 怀孕的机率 大概都将近六成以上 那很高耶 所以大家觉得说 金铲子还是喜气洋洋以外 还是有那一个民俗的 这个祝福 金生女孩 金生女孩 生女孩 生女孩 这要看铲子摆的方向 生女孩要站起来 生女孩要站起来 你要生两个 龙虎文台就站起来 吃两边 这有点是习俗 几缸做几缸没办法 金铲子谐音 景铲子 民间相传 有助孕的效果 里长另类服务 做出了好口碑 让开工金铲子更强手 公务单位也很贴心 准备了多支金铲子 加上市长侯友宜乐意签名 要拼出生率 各个环节都得用心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冬天必吃的滋补圣品姜母鸭 网红中年大叔姬哥 要带大家到新北永和吃一家 最道地的姜母鸭 只是姜母鸭的食材 除了鸭肉之外 哪些可以加 哪些不能加呢 透过姬哥带路 一起来看看 冬天到了 冬天 要吃什么呢 冬天最好的美食是什么呢 据调查 最棒的平民美食就是 姜母鸭 为什么呢 因为姜母鸭呢 可以让你驱寒 可以补生 可以进补哦 所以呢 现在就让鸡哥 带你一起去吃我们的 姜母鸭 Go 好好喝哦 好好喝哦 你有没有发现 我的肚子堵住了 诶 为什么 食材母鸭 一定要坐在矮桌子 矮凳子上面呢 为什么就不能坐高一点呢 诶 老鸭啊 你看看啊 我肚子都顶到了 你你你 你来说说看 干嘛没事做这么矮啦 小鸭子你又要问哦 要用土壤煮的香味好吃 老公也比较不错 你如果知道早的早起来 打到什么 用处的肚子也才会比较安全 你知道吗 不要再问我 哦 哦 原来如此 吃姜母鸭 配料到底有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金针 豆皮 鸭血 玉米 蔬菜 鸭肠 炖豆腐 鸭丸子 为什么没有 液整分 喂 老板 你到底在老师要在吃 你都没有 今天魚腳燕腳是海鮮魚的 海鮮魚跟我們這個雞毛 比較適合搭配 如果你要吃魚腳燕腳 你就自己去超市買就好了 對不對 就不用來我們這裡吃 來我們這裡就是要吃我們新鮮的玩具 你知道嗎 呵呵 原來如此 那你懂了沒有啊 影片都結束了 你怎麼還沒有 按讚、訂閱跟分享呢 記得記得 趕快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是大樹極哥 我們下次見 新北年度盛世歡樂耶誕城盛大展開 今年燈區範圍最廣 藝術裝置最多 堪稱歷年之最 不過到底該怎麼逛 又有哪些不容錯過的打卡點 七大燈區全攻略 幫助觀眾不會迷失在耶誕城大迷宮裡面 我要跟你們說 今年耶誕城的秘密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萱 歡迎來到新北歡樂耶誕城 今天是主打迪士尼風格 而且有四大燈區 48個裝置藝術 燈區範圍更是延伸到了府中捷運站 規模上來說呢 可以說是歷年之最 不過到底該怎麼走呢 又不會miss到任何景點 所以現在透過三分鐘攻略了 讓你瞭解跟著我走 如果你是搭捷運火車 或者是高鐵來的話 你只要沿著地上的指示走 就會來到這個心之所上 只要再往後走 就是竹筍底部囉 今天打造成夢幻音樂盒的樣子 不再是旅竹筍了 我現在來到一個 讓迪士尼滿都瘋狂的地方 這是第二站站前的夢幻莊園 到底要躲走多久啊 超像玩這個海盜船的 沒想到它這麼小 再來第三站 是萬平公園的迪士尼公主的童話森林 1 2 3 那我身後的就是迪士尼公主店啦 因為今天排隊會多人 所以沒有辦法進去幫大家拍攝的畫面 不過我就去旁邊的 走單去囉 4300元耶 走吧 我今天上次 今天是一共推出了八大光浪 其中我覺得最值得拍的就是這個 三瀉光浪 它是以愛麗絲夢遊先進穿越的場景來發想 然後再結合就是仿真的楓葉跟一些特殊的燈光來打造 我覺得超級浪漫 就是很有秋天的氣息 這個環狀線 所以多了的一個環狀線登區 我剛剛來到這邊真的是嚇到 這邊整個是 哇 攝影師網美的聚集地 大家都把這個球拿得很靠近自己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已經教你們怎麼拍的美囉 來 耶誕城我真的很絕望 我就是 我就是公主裡面的會不涼啊 第七個就是浮中登區 這個是去年沒有的 今年才有的 也讓今年的耶誕城呢 創了範圍最廣的紀錄 而我覺得在這個登區裡面最有看頭的就是這個 摩稻樹 好 大家 我現在來到我的最後一個景點 林家花園旁的方橋時光 那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整理的七大景點 希望都可以幫助大家對耶誕城有認識一點點 那如果大家對住宿的部分不知道住哪裡的話 可以去看我的資訊欄 我上一集是做關於住宿的影片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請按讚訂閱喜歡分享 給你的全部的好朋友 阿順的影片就是 三餐飯後及睡前有看會播吧 中家新聞和輕鬆電台FM96.9聯合播出 歡迎一起收聽 感謝您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吳俊松 再會 請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